我是乃姨 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胡老师 欢迎 欢迎观察团的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 一位是卢女士 还有一位是曾先生 我们先问一下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我只想告诉他 不要做一个愚孝的儿子 要婆家给我一个公平吧 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跟我老公离婚不离家 离婚不离家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只要触及到他的父母 姐妹之间 我对也是错 错也是错 我心里所想的就是说 不做他人心 不做他家故意少 我只当一个母亲就可以了 想要和老公继续地生活在一起 当妻子 当好一个母亲的角色 但是不想再跟婆家人有关系 对 只要跟他们没关系就行 好 曾先生 对于您妻子刚刚提出的离婚不离家 你是怎么看的 我不想离 主要是把这个家庭 整个大家庭的关系都要处理好 以后一家人都能开个新鲜 卢女士要求离婚不离家 这个诉求很特殊 她针对的主要是婆家人 而且听起来她对婆家人怨恨颇深 那么她和婆家人到底有什么恩怨呢 据卢女士说 事情要从她生双胞胎说起 那天 丈夫在外地工作 她孤身一人去了医院 却没想到遇到了难产 生命垂危 就要生产了 当时她在浙江 我妈妈从老家也过来看我 医生说 你家女儿难产 你必须签字 我妈妈打电话给我公公 我公公第一句话这样说 再等等吧 因为当时听我妈妈说 可能要三四千块钱吧 当时我妈妈有语 默默把电话挂了 因为当时我爸妈手上也没什么钱 正好我一个亲戚在那里妈 帮我垫的钱 9点25的样子 两个小孩出来了 出来了 还没高兴三分钟 医生又告诉我妈妈 你女儿子宫打出血了 可能要接触子宫 就是一个 今天霹雳一样 当时就我妈妈一个人在 叫我妈妈签字 我妈妈说这个字我不签 归着你的求医生 你尽力就大 不要解读之光 医生也蛮好 这边在做我妈妈工作签字 那边在进行抗救 还好 老天倔顾我 我挺过来了 我出来手术她以后 医生第一句话告诉我妈妈 你家女儿在鬼门关走了一道 回来了 她是婆家的每一个人在找 那接下来的事情 让我更难以想象 后来我公婆婆过来了 当天又回去了 我觉得婆婆应该 留下来一起照顾我吧 毕竟我是男产 大中学 又是双方胎 因为我自己还有一个女儿嘛 两岁多 三个小孩 对 小孩这么多 我就跟我婆婆这么商量着 我说老娘 我说你们辛苦一下 帮我带一下三个小孩 当时我婆婆 桌子一拍 我是不带哦 关键是两个外甥女 在她家带得好好的呀 她姐姐的小孩 我说你把外甥送回去吧 等到我坐完月子 再把外甥带过来 当时我婆婆没同意 实际上话 我心里有点不高兴 那你当时这些不舒服 有没有跟老公提过 没有 一个礼拜 可她可能后来就回来了 她回来两天 也是在病床上 也是在那睡着 躺着 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妈妈做的 你的想象当中 老公应该怎么对你的 最起码给老婆一个拥抱吧 跟我道个歉 当时我进去 肯定看着小孩子 看着老婆了 都平安了 那我心里也就踏实了 如果老婆道歉 没道歉 说了什么 还是不清楚 但是我确实 当时没有安慰她 是我做的不对 那当时 卢女士有没有提到 母亲好像在她坐月子期间 没有好好地照顾她 好像也提过吧 我说你老妈来服侍你 我也回家了 我老妈家里有失本 她忙了 她忙了 难产时 公公不出钱 生产后 婆婆不伺候月子 也不照顾孩子 在最艰难的时候 卢女士感受到的 是公公婆婆的冷漠 和不作为 虽然心里很受伤 但是卢女士选择了隐忍 本着一个儿媳妇 该有的本分 在随后的日子里 她依然孝顺公婆 我真的把她当自己爸妈一样 对待 有一次研究就是摔跤 摔跤以后就是脑子要做手术嘛 我想着救人要紧呀 卡里面有三万多块钱 拿去到上海去了 到上海 手术做得很成功 卢女士救了公公的性命 在婆家立了大功 她想公公婆婆以后 应该不会再像从前那般对她 而是会更重视她这个儿媳妇 不久后 她买房资金不足 便向公公求助 希望公公能帮她一把 然而公公的回应 却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11年的时候我买那个房子 当时我差五万块钱 我说爸爸你给我借五万块钱 借条我来打 我公公说 小燕买房借了两万 你也拿两万 你还把我跟女儿相提并论 但关键是你做手术的时候 我花了两三万 你女儿只给两千呀 那你干嘛 那个时候不把女儿拉出来呀 当时我不热意 后来我一分钱没要她的 我自己把房子买下来了 过了两年之后 就有一年流行 就说娘家给女儿打那个银手镯 说给女儿打的 就说女儿家会很顺的那一种 当时我公就到 进前来跟我说这事 他说她有一个姐姐 两个妹妹 我想给她们三姐妹 给人打一个金手镯 当时我又不愿意了 我说老爸 你这两年 你就挖了金轿呀 挖了聚宝盆啊 我11年向你买房轿 你帮我借五万 你都没有 我说你就有这么多钱了 我就想问我老公一句 我说在我买房买车 我困难的时候 你爸妈伸手了吗 我就觉得她不公平啊 觉得她有点偏心 对 不偏心 我老爸对我挺好的 他是借两万块钱给我妹妹 然后我的两万块钱是给我的 不是借的 我爸偏心我 然后买蓝仓的 我老爸给了八万块 那个八万块钱是怎么来着呢 当时我问他爸爸要钱 他说没有 后来他省身 到我家来玩 就聊天聊这个事 我就把这事情 当手做的事情 跟我省身也讲了 他就说 这个钱 这个时间他不给帮 什么时候帮啊 他不就一个儿子吗 这钱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不帮你帮谁啊 我去说 是我省身 到我公婆家 帮我要来这八万块 自从要了八万块以后 我每天接下来的日子 就不好过了 一吵架一说什么话 我老公就说 我爸妈对你还不好啊 不是给你钱了吗 你老是想挖他的钱 怎么怎么样 我老爸也是个比较 钱抓得比较紧的那种 他辛苦赚的钱 舍不得拿给我们 跟我老婆讲 我说你不要让他老人家 老人家不肯拿钱就算了 毕竟是我父母 我也不好围团他老人家一样 我想想什么事都靠自己夫妻嘛 自己去解决 哪怕是口一点 累一点 那你的心里面这些想法 有没有跟老婆说过 没有 讲不了两句就会吵 不知道哪句话讲对 哪句话讲错 讲错了 我老婆会生气 在卢女士看来 他这个儿媳妇 对婆家的付出 明显超过三个姑子 可是公共心里的纳杆秤 却偏向了自己的女儿们 这令他很不舒服 在曾先生这边 他觉得父亲 其实是偏向自己的 只是没有完全达到 妻子的要求 妻子才会不满 而听到丈夫的说法 卢女士突然将话锋一转 把矛头指向丈夫 他们怎么对我 我还无所谓 关键就是他让我太含心了 据卢女士说 他的舅舅在上海做生意 由于生意红火 人手比较紧缺 刚好又来了一笔家籍订单 舅舅就把亲戚朋友 都叫来帮忙 卢女士这边 他和丈夫来帮忙 小姑子那边 他的小叔子 带着老婆也来帮忙了 有了大家的支援 订单顺利完成 可就在大家高兴之际 一场意外 发生了 那时在上海 当时我舅舅那时 做了一个生意 这些人就起哄 他说老板请客 老板请客 要给这些人 每个人得给发红包 这么好多人 有七八个人 十来个人嘛 哪怕你给十块钱 二十块钱一个人 你都得给一两百块钱出去 我就这样 这么多人 我舅舅一个人给十块 就给蛮多的 我说舅舅走 我们去买冰棒 对吧 我花个三四块钱买冰棒 每个人一根 我不会得罪谁吧 我当时这样想的 当时我是有私心 帮着我舅舅的 当时有一个 小妹妹的轴历吧 没想到就这十块钱 得罪了她那个轴历 就回家跟她老公告状 说我怎么怎么 给她丢了面子 过了可能大概有 一个小时不到 她家那个小叔叔 就直接冲过来 你怎么欺负我老婆了 她就上来就给我一脚 我都没反应过来 后来直接过来 抓抓了 我把头发就把我找到地上 正好在这个时间 我老公跟我弟弟 还有我舅舅 就在马路对面 当时我弟弟是 闯红灯过来 帮我的忙的 我舅舅是红灯以后 他是跑过来帮忙的 他站在马路对面 慢悠悠走过来的 不是这样子的 我小叔叔 第一个冲过去 他人高腿也长嘛 跑得更快点 我们也不是属于 那种慢悠悠 反正我们也走过去的 不是那种慢悠悠地 走过去 当时我小叔叔 已经过去了 我想象就没这么多人过去 几个人打人家一个人 那就没这个必要 回这路上我就问他 当时别人打你老婆 你干嘛无动于衷啊 你知道他回答是什么吗 假如我帮忙了 我妹妹夹在中间怎么办 可笑吧 在生死关头 还是妹妹夹在中间为难 老婆命不重要 关键是那句话伤我 如果我帮了 我妹妹夹在中间怎么办 这句话伤到我了 我说在你心里 还是姐妹比老婆亲 孙先生你当时为什么会说这样的一句话 应该是这样 好像说法不考虑吧 没经过大佬考虑 我假设如果今天是一个陌生人 打你的老婆 那肯定会冲上去 那这不用说百分之百的 所以你是因为是亲戚 我没打他 我心里善良 我说不想把事情闹大 大是发小 小是发了 而且都是亲戚关系 总归是说句话 就是人心比较善良这种 对 你对谁都可以善良 我都对我不可以 他就根本没战斗过我的感受 关于打架事件 曾先生认为 自己只是尽可能地化解矛盾 但是卢女士却觉得 在丈夫的心里 小姑子的分量 明显比他这个妻子的分量更重 卢女士心里不平衡 在生活中 他经常拿自己和小姑子做比较 而不久之后 二姑子也被拉进了这场比较当中 当时二姑子在一家工厂做管理 他把家里的兄弟姐妹 都介绍进工厂工作 这其中也包括卢女士 和曾先生夫妻俩 只是工作没多久 卢女士就被二姑子给赶了出来